哇,来了,来了,来了,带着铺铺坐来了 最近,视频中的这位功夫小女孩走红了 她是腾空飞机的小哪吒 一口气能做20个后铺帆 可以腾空旋转720度 小小的身材还练出了腹肌 温暖的笑容更是打动了很多人 诶,这个武术特技女孩究竟是谁呢? 史华灯公务批她让你了解一下 小女孩名叫杨子玄,今年7岁了 生长在贵州立环水 虽然年纪很小,但她练武术已经四年了 说起她的看家功夫啊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 因为她是武术特技天才少女 会各种高难度的空翻 行云流水,干脆利落 简直走到哪里,翻到哪里 侧空翻不用说了,每个武术人都会 可是连续的后空翻就不简单了 杨子玄一口气能翻20多个 爆发力也太强了 更觉得是左右手交替单手段让人看呆了 只有功夫高手才会的踢跃腿 她轻松的做到了 后空翻转体360度太酷了 后空翻单踢腿太帅了 背手前空翻太猛了 后空翻两周太猛了 剑子后飘太潇洒了 空翻转体720度太好看了 空翻特技加武术套路太完美 热爱武术特技的女孩有时候还很幽默风趣 比如扮成小哪吒能一跃而起 果然身手不返,好人喜欢 穿上华丽的汉服,随风飞舞 衣昧飘飘,惹得旁人羡慕 由于常年的练武大拳 杨子玄的身体素质明显要优于同龄人 还若隐若现的腹肌块 让整天健身的人也自叹不顾 真是难得一见 那么杨子玄的武术特技为何这么牛呢 首先杨子玄在武术方面确实是天赋一笔 据家人讲 他从小就对一些高男武术动作感兴趣 三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侧手翻,倒立,下腰等动作 他的空翻特技教练也感叹啊 在一万个人里面可能也就只能找到这样一个孩子 原来啊,他就是传说当中万里挑一的猎武奇才 其次杨子玄有吃苦的精神 学特技,学武术和博弈都是非常苦的 但是杨子玄从来不会觉得累 甚至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也会自己的锻炼跑步,挖跳,俯卧撑,蹲马步等等 再次杨子玄非常的乐观开朗 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非常感人 无论是训练成功还是失败 都会露出大大的笑脸 把枯燥严格的武术训练当成了一种享受 就算练武受伤了,杨子玄也不会在意 最后杨子玄还有个武术梦想 他已学会了很多的武术套路 双截棍,国际格斗招式 还和同龄的小朋友进行了实战切� 结果都是完胜对方 他从小就看李连杰,贞子丹和李小龙的功夫电影 梦想成为武术搏击和特技世界冠军 杨子玄凭借着超强的功夫和乐观温暖的笑容 收获了数十万的粉丝和数百万的点赞 就连央视也点名表赞了他 网友纷纷称赞他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谁说女子不如男 太棒了,真厉害 所以天生热爱,武术特技 加上刻骨训练,还有功夫偶像的精神鼓舞 杨子玄真的未来可期 必成大戏 那么你有什么想对杨子玄说的呢 欢迎来订阅,关注我 下期见